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个新的董事齐穴 名字呢,叫做心肠穴 那你看这个名字 一看名字就能知道它是治疗什么呢 心肠心肠,让你的心脏恢复如常 所以呢,肯定是治疗心脏类疾病的一个穴位 那我们呢,心肠穴呢,擅长治疗什么 它擅长治疗心肌,心率不齐 包括我们这个心跳过速啊,心跳过慢啊 针对这一系列的疾病,效果真的非常好 那我们心肠穴呢 它在我们的中指第一节 然后偏向齿侧 偏向齿侧 也就是在它的中线外开二分 然后呢,我们直次进针 进针三分就可以了 非常好用,也非常好取血 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实操一遍 看看心肠穴是怎么下针的 我们的心肠穴呢,在我们中指的第一节 然后呢,偏向小指这一侧 从中线,然后外开二分 这条线上呢,两点三分法 就是取两个穴把它分成三等份 进针呢,三分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心肠穴 今天呢,关于心肠穴的分享 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下一期呢,再给大家讲一个 懂事齐穴,很有意思的穴位 就是我们的四肢穴 那一听名字四肢穴是治疗什么呢 那肯定是治疗我们四肢疼痛的穴位 如果对我们懂事齐穴感兴趣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